是不是觉得很奇怪 哈士奇怎么跟猫头鹰在一起 亲亲我我 就不怕被带骗了吗 原来不久前 俄罗斯小伙带二哈出门散步 结果他却交了两个新朋友 还带着他们来到主人身边 大的是雕骁 小的是休柳 他们还都是幼鸟 二哈社交真是太牛了 居然把他们诱骗出来 两个小家伙应该刚离开妈妈 看二哈气质独特 把他当亲妈了吧 雕骁有点害怕 站着远处观察 但他似乎对二哈情有独钟 一直围在他旁边 也不觉得陌生 二哈则趴在地上吃草 这家伙没什么做不出来的 雕骁甚至站在了二哈身上 难道又是跨越种族的爱情 小哥也觉得很好奇 哈这社交能力真是没谁了呀 小伙准备带二哈回家时 突然雕骁追了上来 走几步又停下 有点害怕 但似乎又舍不得二哈这个朋友 看他语意还未丰满 父母或许出现了意外 小哥决定 还是先救助他回家吧 但雕骁有点害怕 一会儿后才慢慢靠近 小伙想摸下 结果却被拒绝 接着 修流也蹦蹦跳跳跑了过来 他也是刚出生不久的幼鸟 在野外认识二哈后 都变得有点怪怪的 躲在草丛暗中观察了一会儿 想靠近过来 但又有点紧张 看了看后 突然冲到身边 原来他还没小哥巴掌大 显得要温柔许多 第二天 二哈就开始亲自教学 叫雕骁拆架了 他看得很认真 看来 对拆架这项娱乐活动 似乎很感兴趣 甚至行为动作 都感觉被带偏了 你看他一脸发二的表情 是不是跟二哈很像 雕骁一摇一晃 像在卖萌 修流比较黏人 居然爬到床上玩耍 小哥让他飞下去 结果他还呆呆地看着 突然 他跳了过来 原来是来撒娇了 这两个小家伙 早晚要被二哈带偏 看着他这表情搞笑又萌 雕骁跟修流也成了朋友 虽说个头差距很大 但他们勉强算是同类 雕骁也不会 站着个头大欺负对方 看他们轻轻的样子 是不是觉得很萌 但大家担心的是 他们是不是已经被哈士奇洗脑了 也认为自己是一只哈士奇 小哥打算他们成年后 再放归大自然 这样更有利于他们的成长